公屋供應量大幅落後 全港有大概21萬人住在劏房 我現在是16元一道水 那半人錢一道電 差不多一半左右 租務市場沒有枉管 租客很多時候都是肉脆真扮相 因為我們很怕業主會否租了一下 嫌你煩或者不喜歡你, 趕你走 很厲害 政府重新研究推租務管制 研究小組很快會有報告 如果有一成業主突然收益 不做劏房 有兩萬多人找房子住 我不知道政府如何去社會大眾交代 當自由市場不能解決 指民的一些基本的需要 或者一些基本的權利 其實政府是有一個責任去做一個介入 那大家想想 歡迎收看新聞透視 香港的樓價連續第11年 高居全球最難負擔的城市榜首 不吃不喝20.7年才可以上車 劏房被指是房屋政策失效之下衍生出來 要擺奪劏房 不少基層市公屋是中點線 但是公屋輪候測就越來越長 未上樓之前 除了撒貴租 還要面對各種的租務問題 政府就研究重推租務管制 是否對症下藥呢 離眼公屋 接下來會成為譚小姐一家四口的新屋企 安排了給兒子的房間 這裡有一張床 這裡一個書桌 這裡準備了妹妹的一間房間 這裡已經安排了一個衣櫃 還有一張書桌 這裡有一張床 有件傢俬他也想買了很久 終於可以為新屋添置 是我人生第一張擁有的梳化 我很開心 一家人吃完飯可以坐在梳化上 看看電視,簡單單單的生活 對於他們來說 現在住的百多呎劏房 小朋友多了活動空間 更加重要的是 不需要再擔心搬來搬去 是用遊牧民族去形容自己 就算我租了這間劏房 我不知道他未來什麼時候會加我租 未來什麼時候可能會因為某些問題 而要我搬遷 這種遊牧民族的方式實在太沒安全感 一間屋,一個妻生之所 對不少香港人來說都是遙不可及 基層的工種和收入 更加限制了他們的住屋條件 基層的收入已經不是很多 其實可能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二的人工 已經放在住屋那裡 或者我們還要預計 可能將來業主將來會加我們租 譚小姐的上樓願望 由18歲等到35歲 由一個人變成一家四口 17年了,接下來住就18年了 這不是一個短的時間 對於我來說,或者可能很多基層來說 是一個可能公屋就是我們基層的終點線 截至去年年底 全港有超過15萬戶一般公屋輪候個案 平均輪候時間是5.7年 基層等上樓期間 大部分都只能夠負擔租不適設的居所 政府長遠房屋策略數字就顯示 香港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數目 去年就有12萬2000戶 洪生和女兒租深水埗 一個不足100呎的劏房單位 每個月的租金加上水電費 要付近五千元 我交了錢,沒錢了 交了,沒錢了,哪有錢呢 相對100呎,五、六千元 相對五、六十元一呎 我聽到來說已經貴了,占了很多 根據差響物業股價主的數字 2020年的第三季 九龍區430呎以下的私人住宅 赤價是34.7元 而劏房的赤價以100呎五千元去計 高近4.4元 劏房的赤租已經跑贏了不少私樓 洪生一個月,萬多元的收入 租金佔四成 不租這麼貴,空間小 劏房的居住環境一樣這麼惡劣 有時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前面整個鍋面倒下來 看著她的手就縮起來了 全部重洗 最慘是沒有洗衣機 有洗衣機也好一點 家裡擺不下洗衣機 衣服都要一件件用手洗 除了累,還很浪費 我現在是16元一道水 那百元一道電 如果相對現在香港的水電費 差不多貴了一半左右 無奈,因為自己想著 八、兩、兩百元一個月 相對的,給多八、兩百元給業主 免得跟他們吵 少數是爬上計 一年估計最少千多元 是一條數 中電的平均剩電價 價是每道電大概過二 而業主收取每道電是過八 水務署的水費分四級去收 用水量超過62立方米之後 以每立方米收最高9.05元 業主劃一收每立方米16元 面對南修水電的情況 租客很多時都沒有耳駕能力 我們沖廁了,節省水 因為湯房全部用淡水沖廁 節省水 我們一分都沒有拿過 沒得拿 前年開始,業主在內地沒有回香港 整個單位四間劏房的水電費 一直沒有人給 多次收到節水節電的通知 在前年19年至今 我和他整個單位 這些電費單加上水費單 我和他交 相對於兩年鬆一點 他就交了七千多八千元 很厲害的 我交到有時好像沒有飯吃 無可奈何之下 洪先生先付幾千元的水電費 但業主一直沒有跟他談清楚 不數怎樣計 他蓋炭租客很多時都是玉鎚針板上 這裏就是之前嵌石市的地方 已經看到那些鋼金 小朋友沖完糧的時候 出去便白行一聲 便看到跌下來 都慶幸是小朋友出去才跌 那一刻都很害怕 如果跌下來 摘到小朋友便怎麼辦 十多年間搬過五間劏房 現在住的這一間 譚小社形容是劏房裡的豪宅 又一房一廳 但都面對日久失修的問題 不過單位出現什麼狀況 譚小社也很少會跟業主說 我們是被動的一個 而且亦是害怕 因為我們是很害怕業主 會否遭遇你煩 或者不喜歡你 或者趕你走 對我們基層來說 住著一下被人趕走 是很無奈 你那一刻會很徬徨 因為我都住慣了這裏 突然之間要我搬走 我去哪裡找 還有我去找是否真的合適 可能我現在住在這裏 你們覺得很惡劣 但我下一間可能這麼惡劣 劏房租務管制工作小組 原則上認為政府應就劏房租務 實施適當的規管 以保障居層的住戶 政府去年4月成立 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 就實施劏房租務管制的可行性 進行研究 其實早在1921年實施過租務條例 以壓止租金升幅 和保障住客的租住權 1973年, 差響物業股價署 曾經推出政策 為住宅租客提供租住權的保障 兩項保障分別是1998年 和2004年被取消 我認為放寬租本對大部分小市民很不利 在港政策上對不起我的學問 都這樣真的不是很緊張 採取一筆干預政策 就特別干預這種租樓 在政策取消之前 租金限制在市值租金的九成之內 而每兩年一次的加租幅度 不可以超過三成 如果租客給市值租金 業主就必須繼續續租 取消租管之後, 近年的租金樓價飆升 2014年, 長遠房屋策略 再研究租管的可行性 但最終還是沒有退行 如果散租管的時候, 我們的擔憂 因為那裡會令租本減少 叫租水平會高一點 或者業主會進一步去挑選客 這對某些租客其實都是有不利的 所以我們擔憂會畢大於利 2004年取消租務管制之後 其實劏房市場越來越蓬勃 也在規管不足夠的情況下 其實越來越嚴重 也有很多很惡劣的情況變滿加厲 所以我們都看到 政府其實都是很有責任 確實租務管制 要有優先續租權 要有優先續租權 這日東區區議會討論租務管制 關注劏房問題的多個團體 來到區議會表達訴求 發大訴求 有起子租金 有加租的幅度 這兩個都是缺一不可的 他認為政府無力在短時間之內 蓋大量公屋解決房屋問題 規管私人租任市場是冬前急務 自由市場其實在香港都已經失效了 如果你要透過市場的自然調節去規管 或者令到街坊能夠可以享受一個 基本的一個住屋條件 其實確實這十幾年看到的情況 其實都已經做不到 當自由市場不能夠去解決 市民的一些基本的需要 或者一些基本的權利 其實政府是有一個責任 其實是去做一個介入 不重退租務管制 但是由劏房定義去到管制的範疇 會面對什麼難題呢 我們下次再看 有組織去年的調查發現 18呎的床位 每平方呎的平均租金是破百 比同區私樓的呎價更加高 基層團體多年來 爭取重推租管 規管起始租金和加租的幅度 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 據悉傾向是管家福延緩租金 能不能夠舒緩劏房戶的租金壓力呢 我們今天其實就要開一個會 是一些業主和天台的租客的一個會議 希望可以就住一個天台住戶的一些官簽的安排 其實有一個的交流 這個深水埗唐樓的天台 八成的面積被非法佔用建天台屋 分成三個部份 分別由三個地產代理租給不同的租戶 早前天台業權正式被業主立案法團收回 是一個很窄的一個走廊 我們看到有分了很多不同的一些一人住戶的 一些天台住戶在那裡 全部都是一些很簡陋的分間出來的單位 另外有幾個單位都會是一些相對 比較理想的 可能是一些有碩士場去分間 亦都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廚廁 基於租任市場上的各種不適切住房的租墓問題 政府去年成立的 劏房租墓管制研究工作小組 其中一項會處理的事 就包括劏房的定義 其實現在的不適切房屋其實是有五花八幡很多 但是官乎這麼多類別裡面 其中有一些就是灰色地帶的位置 就是它本來就是一個不合法地存在的一些房屋類型 例如公下劏房 或者我們現在身處這個地方的一些天台屋 如果今次的租管的方案 不納入他們這一類房屋類型 那麼他們這些邊緣的租戶 其實都是面臨一個挺不安全 或者是挺沒有保障的一個地方 我們大廈都收了一個叫做消防的命令 我們是必須在七月之前 啟動一個叫做請消防顧問的程序 你們叫我現在走都行 最後你們安排我我馬上走都行 現在去哪裡找呢 疫情期間到處都難找 年過六十的張先生是其中一個天台屋的租戶 你現在是吧 他收回的權益是吧 你又應得是吧 自己又不知道是吧 雷龍去脈 他叫你找就找吧 這麼多年來 張先生都不知道業主是誰 由包租工代為聯絡 連一張正式的租約都沒有 租單一張 一千八百元 包括水電費 我交給 有時候交給馬匯 即是他給個號碼 現在都半年沒見過他了 我嗎 法團和租客商討之後 交給三個月的半千期 無奈地接受吧 你去找是否最擔心是找不回 肯定找不回,你哪找就回 你找回同區,你上班又比較近 價錢又找不回 這裡不給貓,另外找地方貓 你找到貓,始終都要有個地方貓 李亭鋒認為 這個天台的情況都只是冰山一角 租務市場混亂 很多時候出了狀況 都是基層租客受苦 政府在房屋的政策上 其實有一個錯誌 就是一般如果你說房屋的需要 真的需要 他應該要大幅供應給一些 可負擔的住屋給一些基層的市民 但現在政府要處理房屋的問題 他就全部都用市場的方法去處理 連租都一樣 所以你看到政府就大幅度地 容許業主去興建一些劏房 劏房小組上年成立以來 曾經召開公眾論壇收集意見 你們說公平公正 為何業主會的會員主席 可以在會席裏列席 我們租戶是沒有代表 可不可以在一些情況下 蛇山退出工作小組 或者在盡要的關頭去備席投票 如果你說要訂立法例的時候 那你監管業主的時候 同時你有沒有監管這些無良組客 我們小組做錯了甚麼事 為何要這麼仇視業主 這些有六間劏房 我看了一、二、三、四、五、六 它的尺寸面積到我樓上一樣大 為何它可以選六間 我選了四間 合法兩個字而已 新劏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成員 的香港業主會會長社慶雲 本身都有經營劏房 我現在四間只有一間出租 其過三間 我剛剛準備放盤給一些地產 但是我難租是因為我選客 他們不知道租務糾紛那種痛苦法 我們知道 如果你選錯一個客 那個客人因為他的行為 令所有客人都離開 經過近一年的研究 近日有消息說 小組建議訂立二加二標準租約 完成兩年死約之後 原租客可以優先續租兩年 他規管兩年加兩年 兩年死就再來一個優先續租權 男女拍拖都可以分手了 你要規管一個業主和租客 因為你綁死四年 石慶雲認為有關的方案不合理 亦不滿租管向租客傾斜 你定位的租管 只是管業主不管租客 你相對地令到有些好業主 都意興難生不做了 你又不做我又不做 我們經常都最擔心這件事 有21萬的劏房租客 如果有一成業主突然收盤 就不做劏房了 有兩萬多人找房子住的 如果有三成 我不知政府怎樣去社會大眾交代 如果大家是正正經經 公公道道地去做你的劏房租任的業務的話 照計就影響不大 既然業主都已經投資了下去 分間好的間間的分間房出來出租 你現在還要付錢去拆掉它 令到那個單位的租住的回報能力低了 那這個不是還不是一個生意呢 就是鬥氣就無謂了 不過租務管制的核心問題 是依不應該訂立起次租金 據悉報告將不會提及 梁永祥說租管方案會基於法律穩妥 短時間內實施的原則去落實 為免引起法律挑戰 不會設置遲遲租金 直接管租金可能導致的就是 除了法律的考量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業主是可以先發借人的 他們可以先趕走租客 將租金提高了先 即使我們很大盤計劃想管租金 但這個計劃都很容易 是被一些我們猜到他們採取的行動 而作破的 反而是導致市場會失衡 租金會突然飄升 這些不良效果 所以我們暫時來說 我們用一個其他的方案 去處理這個租金的問題 現在那些租金就是太貴了 每一年都有加過幾百元 我們的租客能否扶得起 會否超乎呢 當然超乎 劏房研究報告月底出爐之前 社區中心集合一群街坊 寫下對租管的期望 再寄給研究小組 近日有消息說 劏房小組將會建議 每兩年一次的加租幅度 需要按政府的指標去定 並且以百分之十五去封頂 鄧寶珊認為 現在還不知道會根據甚麼標準 去定立指標 如果指數長期是高過百分之十五 其實就好像立法的條例 其實都是形同虛切 其實通脊也反映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 如果可以用一個標準 而這個標準其實都是一個 跟經濟狀況掛勾的一個標準 我們覺得相對比較合理 民間關注團體的租款方案 要求涵蓋八個範疇 包括規管所有不適切的住戶 設起遷租金 規管租金調整的幅度 訂立標準租約等等 加租幅度其實都是沒有處理過 一個定租的標準的問題 限制了惡家幅 但它也可以在起租的時候 訂立租金的時候 已經大幅地去提升租金 令到它都可以彌補 以後你加租幅度對它的限制 這個租金是我們看市場的價值去訂的 例如舉個例子 如果我一個劏房 市場是值四千元的 我訂五千元是沒有人要的 那我明明值五千元的時候 我沒理由硬去到四千元的 要解決基層的住戶問題 設租款都不是一了八了 鄧寶珊預計 小組公布的租款方案 也未必涵蓋所有範疇 未來需要更多優化工作 租戶管制不是解決 劏房問題的零丹妙藥 它只是其中一個部份 你長遠 可能公屋是一個解決的辦法 但是我估計 建業公屋的同事 其實它都是要幾管齊下 去提供一些足夠的單位 合理的一個居住環境 可以給一些機場的市民 小組將會在月底前向政府交報告 不過何時可以實施租款條例 還要視乎立法會的審議進度 今集新聞透視說到這裡 下個禮拜再見 會議